我想我們走這麼多的夜市 這個夜市也叫做最多元 可能平時有些夜市主要是吃 有些主要是玩 這裡我覺得吃和玩和買 都是非常之多的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去台灣夜市 你期望在台灣夜市可以玩大半天 我覺得我暫時去這個夜市 我只覺得馮甲夜市在做到這一刻 我覺得馮甲夜市這一刻在我心目中的夜市口袋清單 我覺得它可以隨便一玩 Hello 我是Alan Hello 我是Tracy 我們今天來到台中 身為這個夜市的KOL 自稱 我們來到台中 今天一定要走一走台中的夜市 我上次在YouTube問了大家想我們去台中哪個夜市 最後都是馮甲夜市頂出 所以今天就來逛一逛馮甲夜市 究竟馮甲夜市為何可以這麼出名 有這麼多人來 我們去朝聖 看看跟馮甲夜市是不是有這麼多好東西吃 現在我們一起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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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第一間就來吃了當歸鴨 但是我們就點了當歸的豬腳湯 但是我們一陣上有一個鴨肉的肛麵 因為我進來本來想點當歸的鴨肉米線 但是我看到每個人都是吃鴨肉的肛麵 不知為何它隨波逐流 但是很想試這個湯 所以就點了當歸豬腳湯 現在就試一下當歸豬腳湯 它的湯口我覺得是偏甜的 它的藥材味不濃 因為有些藥材湯就比較濃 這個湯就比較偏甜的 如果我喜歡藥材味很濃的 就可能覺得有點淡 但是它只是淡藥材味 因為它覺得很濃 謝謝 謝謝 來囉來囉乾麵 好 好 那個豬腳你要試一下吧 豬腳當然是等你豬腳來試一下 同類是同類之類的 沒有很濃吧 這個中藥 我覺得這個冬天來就很好 因為我很早熱 喝這個有熱熱的感覺 但是如果冬天就很好 你試試那個豬腳 我覺得我對這個豬腳的興趣比較大 因為確實很喜歡豬腳 喜歡吃自己的腳 豬腳不是腰肉來吧 不是腰肉啊 腳 是腳啊 我們給你豬腳湯 那麼軟 它很軟 好吃嗎 我吃肉的部分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它就是很多雞 然後很軟 軟到我以為是一個鴨肉來的 然後你看 好了我吃其他部位 它是有那些雞 你看 軟骨 對軟骨跟肥膏 你看它真的軟趴趴的 女生的 要吃這個 現在你有點了 你本來不想點了 我覺得它好吃 你吃下去 它是焦焦的 這個方面有很多汁在上面 我看見人家不停加醬汁 不停加醬汁 這個醬汁也挺好吃的 讓我試一下 是不是比較濃 再拌勻一點 它的醬汁是好吃的 鴨肉的油是掛滿整個麵 如果你喜歡吃鴨肉的油 這個麵應該你會很愛的 所以我喜歡吃的是不停加醬汁 同時吃燒鴨 我不喜歡吃肉 我只喜歡吃皮 但這裡的鴨肉的鴨肉味是夠的 平時吃鴨肉會有少許腥和柴 我覺得這裡已經算是暖的鴨肉 不錯 剛剛我們吃完當歸鴨出來 我們吃完之後 我們覺得最驚訝的是 第一就是它真的很便宜 一碗80元 這麼多豬腳 對啊 因為我們點餐的時候發現 哇 量這麼多 我們還要吃其他的 我們擔心不知道怎麼點 可以又可以嘗到 又不可以吃得太飽 所以它的量真的很多 80元碗 然後之後 我們覺得 它是比鴨肉擔悟了的豬腳多 豬腳超好吃 所以如果你們來 我們極度推薦你們要吃豬腳多 它是屬於我的口袋裡面的 就是期間限定 我覺得我冬天才會來 但是它很厲害的是 它夏天都排隊排成這樣 我覺得冬天來 排隊應該蠻長的隊伍 好 那我們現在就 再找一間吃 Next 這個馮甲夜市 它是我們走過的夜市裡面 它是最高級的店舖 賣東西 這個是可以在一個商業街裡面 再加上那些食店舖 很精彩 對啊 我終於第一次在台灣找到 烤鴨夾餅 因為在香港是沒有 就是有的都是一桌 很正實很正確的一頓飯才可能有 我好興奮 我喜歡吃的 你吃哪 一份不辣 你吃哪 一份不辣 你不要 Oh my God 我覺得 其他已久的一個烤鴨炸餅 這間好吃 我開出第一口 我沒有覺得怎麼樣 也不是難吃 但是我知道它有那個榨菜 還是酸菜 好好吃 好開心 因為不是那麼容易在香港吃得到 OK 原來是真的在台灣吃得到 我試一口 它的包比較整個鐘韵 我的餅 我除了覺得那個皮比較厚一點點 如果它薄一點就好 但是如果是一個餐 就是一餐就吃這個 這個很OK 一份飽了 70元 對對對 但是鴨肉不要吃很多糊 是 但是薄還好吃 嗯 嗯 來 好 一塊蝦 蝦子的 好 我還要壓十拍 我還要壓十拍 哇 還有藝術感 謝謝 哇 哇 這個好獨特 我們弄了一幅花 這肯定每一塊都不一樣 在肯定每一塊都不一樣 好,試試吃 先試它的邊邊 就是好像平常的 就是那個 就是很薄的沙片 但是這個是新鮮吧 好像是集中吃的蝦 Ellen真的為了吃蝦的部分 我以為吃蝦頭 直接買一個蝦在家裡夾就好 有不一樣嗎? 有不一樣嗎? 我以為中間的蝦味濃好多 我也一樣 我只吃到你的手指的味道 其實中間比較好吃 它的殼的那個特別的脆 而且那個蝦的鮮味就出來了 對,旁邊就是普通的 連嘴的感覺 就是很薄的沙片 它可以多加幾隻蝦嗎? 中間 可以加蝦嗎? 嗯 把一整排一整排一整排 如果這樣就更好吃 要一千塊一塊 但是這個很值得來試一下 對啊 這個帶子也值得 好,下一個 這個很搞笑 這個叫鴿鴿鴿鴿鴿鴿 好可愛 Illon你要买一寸車 車來開車的時候選擇 因為太難吃了吧 怕你的 這個 спокой . 這間鴿鴿鴿鴿鴿公司都很有趣 這間鴿鴿鴿鴿鴿公司的店 但它會令我想起 在香港的夾堂店 Ostrom便 從小到大都會玩夾堂 那今天真的是台灣較少 一間地方 我看到這麼多夜市最多玩具店 它不只適合你走都很適合我 牛奶汁 冰的 然後要一個玉米西米露 冰的也是 這個我好喜歡 它很奶油 就是那些牛奶啊 那些糖水都混在一起 然後它微微有一個沙沙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喝這個 要試 魚頭牛奶也是很奶油 它很香 對 它只是沒有那種 有點微微沙沙的那種感覺 對 也是很潤 我覺得 所以今天上了 推 Lex Lex 哇好誇張喔 你說飯曾經試過這樣嗎 好 我點了一個小辣 其實都可以打一碗 對它 130 但是也有豬肉 它這個是招牌啦 有蝦 你看有蝦 有這個魷魚 天鑽很好吃 到底真的嗎 他們看不到 真的很好吃嗎 它好吃是因為 它真的是很有火情 我在家裡炒麵炒不出來這個感覺 我覺得 台中的夜市 這點一個真的好 分量很足夠 這裡的價錢又不是貴 但是完全都這麼大 它的麵又不是公仔麵 又不是油麵 不知道是什麼麵 這就是香港的油黃炒麵 但是它不是醬油 它沒有那麼鹹 對 我宵夜會想吃這些 這些是加粥的 我試喔 你有沒有試過 在香港吃過 那些豬肉黃炒麵 拌粥成的 我都有吃過 對 但是香港的那個比較肝 我覺得這間 如果你想試完 馮解肥市的小吃 你吃這間 你三四個人分享一盒 一盒 真的很大盒 就會吃飽 所以如果你不怕飽 那些大胃黃 我都覺得可以試 因為這個真的挺好吃 我們現在下一家 好 你好 要一份大海原味 好 蝦子要帶一份嗎 都剝好客了 可以直接吃 不用了 謝謝 謝謝 好 帶子惠給你們一個丟 好 謝謝 那你們待會吃了 吃完可以拿給我們丟 那吃的時候就可以 好 謝謝 哇它疊得很好耶 你看它是 它是有一個方向去疊的 梅掛尖竹的疊 這個床過針 哇 對我覺得它給塑膠帶很貼心 然後這個 你真的要小心 因為它真的是會 那些海水會沖出來耶 而且我覺得好好吃耶 很天然的鹹是 你不會嫌棄它的鹹 我也試試看 嗯 是不是 嗯 就海洋一樣喔 它的海洋的那個鹹 是剛剛好吃的 是你不會嫌棄它是不是 嗯 所以真的天然的東西 它再鹹或是再甜 你是不會嫌棄的 哇好想喝酒耶 是不是 真的 對 它的鹹是剛剛好讓你 想喝酒的鹹 真的 它不說 你不能說它不鹹 它就是有一點 有一點鹹 但是這個鹹就是讓你 想喝酒的 嗯 而且你是喜歡的 嗯 好 這個推 而且不可以停 你有沒有發現 停不了 對有點停不了 我很好奇它的蝦是怎麼樣 我們上次吃吃吧 好啊 但是有人吃過 跟我們說 我們想知道那個蝦 是不是一樣 就是好像 火的一樣 哇哦 哇 好 Next 百尿和茶老婆 南部喊丁 好像新竹 有 有 台中 對 然後台中 台南 以前我給了這張照片 吸引了喝這杯 因為真的好像一杯酒 威士忌 我真的覺得它的裝修 是好得的 這間店 嗯 好 它的市場是一流 讚 比在預期中呢 客人累了很多 我們幾點去到 六點多 未到七點 對 然後呢 我們現在已經是十一點 哈哈 我真的要說 我第一次逛夜市 是逛到腳很累的 所以裡面的大市真的是需要 好幾個小時才能逛完 然後我覺得逢甲夜市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環境的原因 因為這裡附近真的是有一個 風甲大學店裡面所賣的吃的東西都比較年輕一點點 這些夜市真的是有它自己的獨特性在這裡 我覺得今天晚上真的覺得超級精彩的 風甲夜市真的很推很推 只是很累而已 我想我們逛這麼多的夜市 這個夜市都叫做最多元的 可能平時有些夜市主要是吃 有些東西主要是玩 那這裡我覺得 吃和玩和買都是非常之多的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去台灣夜市 你期望在台灣夜市可以玩大半天 我覺得我暫時去這麼夜市 我只覺得逢甲夜市可以做到這一刻 真的嗎 我覺得逢甲夜市這一刻 在我心目中的夜市口袋清單 我覺得它可以redundi一玩